曲名者 李宗盛 这些作品真的让我感动的并不是说 他画牡丹的时候呈现出来的这种… 这种异象或者是作品颜色 以及颜色里头所说的那种情境的这些东西 而我特別比較感動是說 葉芳他在創作裡頭 他在這個大環境裡頭 他好像有一種特色 這個特色就是 在當代藝術的環境裡面 在台灣,特別在台灣 我們的創作也是傾向 也是外向化的 或所謂外向化就是社會議題的 在批評別人 批評社會 或者是傾向世界的 自我對面的這方面的創作比較多 但是很久沒有看到內向化的 或者往內看的 傾向生命的底層去看的 當然在台灣這個環境裡頭 有這樣子的藝術家 是一直有的 比如說我之前很尊敬的長輩 作為白老師 他也是一種 好像是生命的內在 當然像西雙 他有時候是讓我看到一種很內在化的東西 我在葉芳的作品頭看到 也就是這樣一個內在化的東西 當他告訴我說 他又要用一些裝置 影像跟聲音的時候 我曾經也擔心說 他是不是要跟著年輕一代去趕遊行 用這些新的媒材 來達成某種炫技的這種效果 但是在我進一步了解之後 我覺得他的這一些 新的媒材跟技法的使用 事實上他能不能還是用他來輔助 讓他朝向這個 他內在化的探索 使得這個探索更能夠透過多層次的 所以他的藝術家 也就是在那邊的宇會 去把它給呈現出來 我想在這一點上 這也就是說 在認識葉芳的過程 跟他一起重製這項工作裡頭 覺得最有價值的一個地方 那麼 因為 作為一個藝術家 葉芳享有一種特權 我想许多艺术家也可能都可以有相当特权 他可以从白天到夜晚他都在做梦 那么他又是一个但有了他的梦 他就每天给我十几二十个LINE 那么这个十几二十个LINE 其实有可能是好几天才读得完的 但他每天的LINE就是让我生活足够充实 本来是很担心这些东西到底 他要把这个展做什么一个 这个奇奇怪怪的一个怪物 本来很害怕这样子 但是我又觉得他有一种本事 这个本事真的是策展人或是别人做到 是他的这些骑士外想 他最后会靠着一个很自己 自己本能的一种直觉 把他用很精确的 的 简约的这些表达方式把它给呈现出来 而没有让他太多或者太少 就如同刚刚向刘艾斯讲到的 就是多不熟悉 他没有 所以他的这些梦想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也曾经害怕 但是在布展的这几天 这些状态 他是超过我原来的期待 能想象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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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